动作出现 双方还是没有任何的接触 对 现在已经是第三回合 已经过去了20秒 两分钟 已经过去了20秒 谁都没有出手 当然如果是平手的话进入延长骤死赛 那 延长骤死赛呢 如果再平手的话就裁判的裁定分数 这也没办法裁定分数 是 但现在就是说 你积极进攻的话呢 裁判会给你较好的印象分数 如果在平手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那至少呢 裁判印象分数会较佳 那在必须要裁判裁定时呢 会占优势 是 而以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呢 双方的这个印象分也是零啊 对 都没有进攻 再扣分 负二分 哇 现在已经是各给予三次的警告了 这样的情形确实相当少见 还是没有任何的进攻 哦 难道要到延长骤死赛吗 似乎两个人在比耐心啊 现在这样的情形呢 确实让人感到相当意外 难道高手过来就有必要 非得搞成这个样子吗 哈哈哈 这样的高手 有何意义呢 主裁判要不要搬一把椅子过来坐一下 再扣 再扣 双方哈 这各扣两分的已经各四次的警告 嗯 你看三回合结束呢 竟然都没有动作 这倒是令人意外的一个情况哈 嗯 这应该也不是呢 跆拳道发展的组织呢 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形 其实像我们红刚这么多的比赛一直一路看下来呢 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就算你进攻 一旦失误 对手也不一定会得分 是 是 对 还是要看这个进攻方面的对手的这个出角的力道跟方向 是 难道就是说 双方教练给予的指示都一样吗 就是在 等对方先出招 是 这到反倒成了这个耐心理上的一种对抗 耐心上的一种对抗 我们看到好像也是啊 我们的这个 导播 导播都也是说他们两个人应该是古龙小说的无数名 不过古龙小说通常 绝顶高手两个人对阵的时候要做一个乐 今天这个比赛 好 周时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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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回合 现在开始有了动作了 他倒是 哈萨克选手呢 拿下了这一分呢 延长宙死赛 结果哈萨克选手的这个攻击呢 拿到了一分 而且立刻的胜出 所以陈伟昌是落败呢 遭到了淘汰 确实呢就是 也许我们只能说他是像是个武侠小说里面高手过招吧 双方对峙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最后呢确实是一招呢见胜负 而由哈萨克选手呢胜出 陈伟昌是落败呢 是遭到了淘汰 而使得哈萨克选手呢 库朗巴耶夫率先呢 是进一道四场 至少可以获得一面奖牌 哦真的很可惜啊